你敢相信吗 真的美少年和学生妹子同居后 竟天天被铲着生猴子 今天阿妙为大姐带来搞笑番剧 千行吧那样子 男主叫做八板真寻 因为脸蛋阴柔像女生 身材又很鲜弱 非常符合宇宙人的审美 于是外星人口贩卖组织派出怪物 意图绑架他 就在他洋入虎口时 一个引发美少女手撕怪物 成功将他救下 当真寻询问自己被追杀的理由 却没想到少女沉迷假面超人 完全不听人说话 忍无可忍的他终于拿起了叉子 在叉子的威胁下 少女总算是暗分下来 他名叫奈亚子 真实身份是上古献身 目前在行星保护机构工作 在追查宇宙犯罪组织的时候 他发现真寻被人口贩卖组织盯上 于是为了保护真寻 他决定给他当贴身保镖 还是24小时的那种 但我还没想到 所谓躲避危险 居然是当书店购物 贱纳亚子如此上头 真寻再次逃出叉子 狠狠让他冷静了一番 原来地球娱乐相当受欢迎 就是正规出口数量太少 所以犯罪组织才会铁而走险 走私这些娱乐物品 那你私自买回去就没问题吗 但即便是留下把柄 白的娱乐物品还是一样不少 然而奈亚子接下任务 倒也不全是为了地球娱乐 最主要的一点是他对真寻一见钟情 面对美少女的告白 真寻是有些顶不住 可这时奈亚子突然开启工作模式 一拳就揍废了偷袭的怪物 奈亚子又展现了一波宇宙CQC 也就是晋升格斗术 他先是一脚正中央海 接着又是一套流氓打法 手段之残忍 堪比犯罪组织 真寻虽然觉得刻意 但还是感谢奈亚子的救命之恩 可没想到这家伙会蹬鼻子上脸 第二天 奈亚子转入真寻的班级 靠着中二至极的自我介绍 他很快就和班上同学打成一片 然后还告诉同学们 自己非常喜欢真寻 这让真寻感到十分头疼 下午上课时 一只怪物找到了学校 在真寻一拳打醒奈亚子后 两人来到天台打怪 使劲奈亚子开始脱膺 从胸口摸出一个精灵球 接着他召唤出飞龙下塔军 但别看下塔军 身姿勇猛 还没一个回合就被打抱在地 奈亚子只好亲自上场 他摸出跳棍 上来对着怪物一顿暴打 学心的打斗画面 让真寻看得三只直接晴空 晚上 他正一边泡澡 一边怀疑人生 奈亚子突然冲了进来 想要跟他生命煮成熟饭 第二天 犯罪组制该组团来了 但他们还没有做动作 就被奈亚子的手榴弹原地扎没 正当真寻抱怨这日子没头的时候 奈亚子表示 时机已经成熟 接着伸手暂停了时空 然后带着真寻乘坐巨大渔怪 前往死亡都市 拉莱耶 让人来到拉莱耶的拍卖场 奈亚子递给真寻一个小盒子 说这是订婚戒指 但这男主把盒子砸了 他这才解释说是保护措施 在征询接下盒子后 两人进入到拍卖场内部 突然一阵强挂亮起 一个白胡子老头出现 而他就是事件的幕后黑手 为了防止奈亚子捣乱 他特意找来了妹子的死对头 克子 虽然两人从小一块长大 但种族间却是水火不容 正当奈亚子迟疑能不能打得过 对方一发火焰 就烧伤了他的手腕 接着克子栖身上前 一把就掐住脖子 见他们打得起劲 白胡子失去了 将两人送进单独空间 在空间里的奈亚子 力量减半 面对克子的激动炮台 他被压制的反抗不多 掰下进来的奈亚子 被克子绑在床上 奈亚子心中是 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 接着说 你爱我 没结果 毕竟他已经心有所属 克子一生气 方姐表示 要去宰了诊循 一听这话 奈亚子也扎毛了 瞬间开启了最强模式 变身成为假面朝人的他 直接防御脉棍 顶着攻击 一拳就结合了克子 另一边 白胡子老头抓住真寻 当场准备进行拍卖 这时 男主想起奈亚子给的盒子 就在他打开的瞬间 奈亚子从里面钻了出来 并成功将真寻救下 白胡子老头一听克子被放倒 就打着哈哈 想趁机逃跑 结果被奈亚子拦住 一番逼问下 白胡子解释说 因为真寻被选为 单美剧的主人公 所以他才想把人绑了 来去事务所赚大钱 解决事件后 奈亚子跟真寻告别 虽然两人相处了时间不久 但男主心里还是有些不舍 等到时间恢复流逝 原地已经没有了他的身影 可让真寻完美想到的是 奈亚子并没有真的走 甚至还想在这里 跟他结婚生子 但奈亚子完全不计打 第二天早上还脱了衣服 优惑征询抚摸自己 结果遭到男主无事 然而一心想神秘主生熟犯的奈亚子 并不知道他的哥哥找上门 兄妹俩从小就差距甚大 在奈亚子已经登上电视的时候 哥哥还在苦学复读 让奈亚夫非常嫉妒 在来地球上找奈亚子时 他因为屠杀了幻梦境的神秘 而被列为通缉犯 另一边 真寻两人来到学校 就听说班上又来了一个转学生 而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客子 原来他靠着左后门的关系 成功进入到了行星保护机构认知 而他此行的任务 是保护坏梦境幸存的生命 顺便跟奈亚子生猴子 当客子表示 要以真寻家为据点时 男主还不答应 但一听说任务完成 客子就会带走奈亚子 真寻当即十二分同意 那边奈亚夫跟到了学校附近 结果被当成了透内衣的变态 遭到了警方的追捕 他躲进学校后 就顺着外墙往上爬 可他万万没撂到 男主被客子吃馋发了火 甩住的撬滚非得没有攻击到客子 反而一帮子把他打飞了 简直是倒霉到家了 画面一转 客子说起这次事件的仙衣饭 正当他们决定放学前往幻梦境时 天色瞬间一变 紧接着就出现了数个怪物 下榻军冲上前 结果反手就被打了回去 顺带还连累了真寻 这下男主发了火 直接从裤装里掏出一把电锯 拎着就冲了上去 再加上客子的炮台说出 怪物眨眼就被清算干净 而奈亚夫不仅被炮台包围 还被丢下的电锯 扎得差点原地去射 把真寻送去医务室后 奈亚子决定负起责任 而他负责任的方式 就是身体主成熟饭 总之 客子是非常享受 但奈亚子却表示丑惧 放学后 本计划前往幻梦记的两人 决定先回家追剧 毕竟不爱好地球鱼了 那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宇宙人 奈亚子让下榻军变成摩托 正打算及时回家 突然遇到奈亚夫出来挡路 晚上奈亚子就收到了客长电话 表示嫌疑犯的反应已经消失 接着又让客子两人原地待命 继续保护幻梦记的神迷 换句话说就是 他们暂时不走了 让真许很崩溃 然而更加崩溃的是 他的妈妈竟然提前结束蜜月回家了 男主接下来该如何应对妈妈的突击检查 而他和两位宇宙人妹子的同居生活 又会发生什么报效事情呢 关注阿喵 下期精彩继续